小提琴声伴随悠扬的歌声 洛杉矶台湾乔包自2007年起 每年都会举办228纪念音乐会 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差一点停办 索性主办人在咨询专家意见 做足防疫工作后仍照常举行 我也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身体不舒服 请你不要来 那我前面也有摆口罩 需要的人请你乐捐一块钱 你可以拿口罩 那也有差手艺 所以想要来的人也觉得 好像比较安心 这场音乐会吸引了近百位 台湾乡亲聚集 音乐会内容多元 包含了合唱团 大提琴 钢琴 重唱 表演者从白发苍苍的长者 到十多岁的音乐神童都有 更邀请到洛杉矶知名的喇叭首巴提亚 表演曲目多为富有台湾味的闽南语歌曲 不只为了228事件的受难者祈祷 也为全球蔓延的武汉肺炎疫情祈福 228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那是我们需要去正面去看待它 那它的事实是应该要被那个 就是揭露出来 那我们在这个旧有的伤痛上面 我们要懂得怎么去 就是让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 不管我们的专业是什么 然后不管我们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 都能够以台湾人的声音来替台湾人发声 而且一定要发声 因为我们已经被欺负太久 今年的音乐会 看起来人数是比以前少 可是他们的音乐的内容 跟他们参与的人士的努力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经文处也对侨胞在防疫工作上的用心 几多年来对228纪念活动的坚持表达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